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月23号斯特兰就入禀选举法庭 就挑战了这一个选举的结果 选举法庭在11月16号就裁定 穆罕默哈山胜选无效 这个议席是炫空的 也就是说必须重新进行选举 穆罕默哈山还有选委会 叫后就双双上诉 穆罕默哈山也要求检讨 选空这个议席的裁决 那选委会则是寻求上诉 然道选举诉讼的一些礼句 但是并没有寻求推翻 选空这个议席的裁决 那么然道补选将高度受到 全国人民的关注 不仅仅是然道的选民 因为穆罕默哈山 不仅仅是以个人的 这一个身份来参选 这场补选 因为他还背负着 巫统颜面的这一个战役 不仅是他个人的战场 还包括了巫统的颜面 那么身为巫统的实权领袖 虽然他是老二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实权的老大了 他不仅要赢 而且要赢得漂亮 要赢得精彩 因为巫统和伊党 昨天才刚刚结婚 那么一个月之后的 4月13号 就是要验收成果的时候 就是让道补选的成绩 到底是怎么个成绩 如果我们以结婚来做比喻的话 这是巫统跟伊党的蜜月期 蜜月通常是一个月 那么他们两人正式结婚之后 其实在结婚之前 已经生下了两个婚外的孩子 老大就叫做金马伦 老二就叫做世毛月 如今他们是在婚后的 第一个孩子 会不会是这个然道 而且然道长得什么样 是一个英俊漂亮的婴儿 还是有缺陷 所以有缺陷的话 就是说他赢得不漂亮 甚至是输掉这场补选 我们都说不定 那么伊党他们已经说了 他不会参选 是让路给巫统的老大 全力支持老大 你去参选 那么让他没有后顾自由 可以完全的投入这场补选当中 刚刚志凤你有提到说 莫哈莫哈山是没有输过 你怎么看待这一场补选 你认为他的胜算高吗 有可以稳赢吗 如果我们看回去过去三届大选的成绩 不包括509 因为509他不占而胜 从2004到2013的三届大选当中 莫哈莫哈山的多数票 最少都有1800张 那么最多则是6200张 所以保守的估计 他有差不多成2000张的多数票 在他的口袋当中 莫哈莫哈山他是没有主场的优势 因为申美兰跟布承都是西蒙执政 但是他在当地扎根超过10年 巫统又是老字号一间老店 就算他没有天时以及地利的优势 至少他有人和的强项 他的隐忧就是Rantau的选民结构 因为当地乌翼占了54% 华翼占19% 印翼则有27% 一旦西蒙拿下这个80%的 这个非无意的选票 就是差不多整37%的这个选民总数 以及30%的这个马来选票 那么公正党就有可能 以微差的55%的这个多数票 或者55%的选民总数 低空飞过 拿下燃到 这个80%的非无意 以及30%的这个无意的这个支持呢 是509大选的时候 全国选民投票的基本的情况 当然每个地方 每个这个议席有别 那么这个呢 仅供参考 但是来到这场补选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候选人的因素啊 地方议题啊 全国议题等等 如果蓝眼要胜的话呢 那么他就必须要派出强人 而不是地方领袖 那么对于摩摩哈萨来讲说 如果他赢得漂亮的话呢 他必须要争取华裔跟印翼的这个支持 因为这两个族群呢 在当地占了46%的这个选民 所以不能够忽略 这也是为什么星期五举行的 这个国政最高理事会呢 之前很嚣张的 那是一讲说 我不出席了 因为他不想要在这个时候 破坏国大党 以及马华的这个情绪 不想这两个党 背一个那个会议 因为背一个会议的话 对摩摩哈萨来讲说 会影响他的这个补选的选情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